而有不同 所以当今天我们要教育的众生 层次是相当高的时候 那我告诉你 佛菩萨要教这些人很简单 很简单 你知道吗 佛只要讲个几句话 他们就已经闹哄哄了 当年 这个弗洛伊德 大家知道吗 弗洛伊德就是西方很有名的 潜意识的 精神分析专家 你知道吗 在学术界有个好处 他的弟子们 都是高层次的 高层次 他的得意弟子 听说有二十几个 到了后来 弗洛伊德 老了 病了 坐在轮椅上 这个眼睛一台 眼角一台 看看他们绕一圈 坐下来 喘一口气 那二十几个弟子 开始在辩论 刚才老师 这样子绕一圈 是什么意思 他就这么样子 绕一圈 看看大家 那二十几个人 可以讨论三天 发表论文 你知道吗 这个老师实在很幸福 很幸福 我们佛法没有办法 佛法 在教化壮生的时候 从最基层的 一直到最高层的 都有 有天子 有庶民 有不认识 智的白丁 爱有博士 层次这么高 差距这么大 那你统统要能够射受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人来跟你讲的 跟第二个人来跟你讲的 那个你好像在两个世界里头 我跟你讲 不是啊 在三温暖里啊 你知道吗 这个来跟你讲啊 像在啊 这个 赤道 受高温啊 那个来跟你讲啊 像在北极啊 冰地里头一样 两种啊 或者多种啊 完全不同的 这种境界 那么同时 在你眼前 视线的时候 那你要能够 调得平等 平等 知道吗 那假如啊 你没有这么 大幅度的智慧啊 那你就会敢 把自己开始压缩 我要度的是哪一群人 那么这个时候啊 你的智慧就会倾向那种状况 倾向那种状况 我们刚才跟各位讲啊 道场里面 为什么会有很多是非啊 关键就在这里 因为我们这里 有很高层次的人 也有很低层次的人 也有很穷的人 也有很富有的人 当你在跟很富有的人谈 怎么布施 供养的时候 那个在旁边 听很穷的人啊 他就试飞来了 这个师傅 都跟人家谈要钱的事 对不对 那么当你跟那个很穷的人说 我要怎么布施 给你救济你的时候 那个很有钱的人说 怎么把我的钱拿去 用到那个地方去 我的钱要给你数金生 你怎么拿给那个穷光蛋用 有没有 石灰都来了 你在做一件事情啊 所会遇到的情况相当多 各种性向的人都有 你要做各种不同的教育 那么当这些人 砸踏其中啊 那你的教育情况 在他们来看 矛盾冲突 冲突 所以这种是非啊 会层出不穷 那你搞不清楚 那你要怎么解释啊 对不对 台南发生过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摆在我们眼前 我们台南有位同修啊 是我们宜兰的老乡 他移民啊 移到台南去啊 对不对 移民嘛 由宜兰移到台南 他在那边住下来啊 那么看着流浪狗啊 很可怜 他就啊 也不是收留啊 就看到流浪狗啊 他就把他送到医院去啊 治病啊 然后弄给他们吃 替他们洗澡啊 这些狗啊 就是知恩感恩啊 就是不会报恩啊 就天天啊 就在他家附近 赶也不走 那么 他在谈这件事情 他很辛苦 付出了很多的金钱 跟代价 马上旁边就有 有个同修啊 叫起来了 师父啊 告诉他 不要把钱跟时间 浪费在狗身上啊 有很多人要救啊 要用在人上啊 不要用在狗上啊 有没有 我跟他讲说啊 众生发愿不同 他们行菩萨道 狗也是众生 也要救 那么他能救 我们没有时间 没有能力 那我们要学习 赞叹 他说你这个人 怎么这个样子 是人重要 还是狗重要 从此啊 那个人就消失了 你知道吗 那你先想看 你的愿力是救人 他的愿力跟因缘啊 是救狗啊 狗就不值钱吗 狗的生命就不行就吗 好啦 当你这样子一讲 他不来啦 我相信这种人出去啊 是非也会出来 那个师父头口坏去 平平钱 怎么不救人 对不对 别别是 怎么不去救人 怎么去救狗 问题就出在这里啊 所以在佛门中 我劝各位 绝对不要躺试灰 你不懂的 那就放着过去 请你懂的 那这样就好 这样就好 这个是什么 后德制在运用的时候啊 无远伏界 无远伏界 为什么说 佛的功德啊 众生啊 不可测量 众生所用的 是你有限的 有限的 那个智慧 佛所用的是 全体大用 他看一切众生啊 都平等啊 有钱没钱一样 智慧高 智慧低 都一样 只要是个生命 他就欣赏它 我们一般人不是啊 不是啊 你不会欣赏啊 你还会嫌恶啊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去感受啊 诸佛菩萨 那个后德制的 殊胜 跟不可思议 同样的 在根本制上面也一样 根本制啊 我们所拥有的根本制啊 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少 你只有啊 不到百分之一的部分 那个叫做本能 我们本能发展出来以后啊 就是测瘾之心 灵敏之心 是这个样子 佛陀的根本制啊 达到百分之百 我们百分之一都还不到 你知道吗 所以你在自受用上面 也常常啊 心有余而力不足 譬如说 我们有很多缺点 想要改过 改啊 不改还好 一改啊 缺点更多 而且啊 自己会感觉到 很恶浪 很恶气 就要改这个 要改这个 为什么 它一直发生 一直发生 那个错误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啊 掌握不住 我们的根本制啊 没有成长起来 所以在根本制上 我们的众生啊 不如啊 佛菩萨 在后德制上面 我们的宽度啊 不如佛菩萨 所以说 佛菩萨的性体啊 不可思议 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 要修学 文殊斯利菩萨的 这个智慧法门呢 那要从这两方面来 现在我们跟各位讲 这两方面啊 我们会产生的 这种状况是什么 第一个啊 我们的根本制 没有办法展开啊 那是因为 我们有障碍 有障碍 什么障碍呢 一般通称叫做业障 其实啊 这些业障 你没有办法定义 那我们在这里啊 首先跟各位提出来 这个 这个地方列有十个 第十四页 十四页 这叫十种残伏啊 第一啊 一者就第四页 一者 由性兼体 残妄其心 残伏避障 令心邪见 不得证悟 世民残伏障碍 这个原文啊 我已经都把它 修正过了 原文啊 念起来很不顺 把它调一下 性啊 这个兼击 我们有 有很多人是 不兼击 人家要啊 就统统给 这是因为你福报大 你自己本身还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因为我们还没有遭受啊 这生活中的喜恋啊 你不能够看出啊 你到底兼几不兼几 现在很多小孩子啊 我看很多年轻人啊 那大哥大用一用啊 这个送给你啊 奇怪怎么那么大方啊 明天啊 他就拿一支新的出来 他不把旧的送掉 新的跑不出来 旧的送掉了以后啊 回家就跟家人讲 我丢掉了 丢掉了就可以再买新的 这个不叫做 慷慨啊 这个叫傻瓜 慷慨不是这样慷慨的 当你在用 你喜欢 你在有限条件的限制之下 按你能够开放自己 那个才叫做 不兼几 我们在既有的条件之下 通常是兼几的 唯有透过真正的 修行跟训练以后 你才能够真正的慷慨 真正的这种开放自己 所以我们常跟各位讲 你要开放自己 要能够布施供养 你不要从哪里下手 真的跟各位讲 你要布施供养 要从哪里下手呢 要从意见公开下手 所以我们华藏工程就是从这里下手 要你去接纳别人的意见 要你欣赏别人的意见 知道吗 你要不能欣赏跟接纳别人的意见 你要想布兼几啊 很难 很难 你注意看看 所有的示威都来自于这个地方 并不是说 你钱不布施不供养不是 钱的运用每个人有不同 有的在衣服上很慷慨 在吃饭上面很吝啬 有没有 这个不一样啊 所以他会选择 可是我们看看意见 你能不能真正的公开 别人的意见 你认为不好的意见 错误的意见 你能不能欣赏它 接纳它 你不会排斥它 乃至于自我伤害 有没有 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修行训练 所以他讲说 由性兼几 常网其心 把你的心啊 给网住了 这个网啊 用台湾话讲啊 比较传神啊 给你忙着 忙啊 有没有 把你网住啊 使你跑不掉 一直在这个网里头 你的心再怎么跑啊 就在这个范围里头 这叫兼几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要训练 事无量心 就把这个网给剪断 事无量心 就这个网的四个角落啊 卡卡 通通剪掉 那我们自己看看 这个训练 因为你会锁在那个象牙塔里 会锁在那个牛角尖里 所以令心啊 邪剑不得证悟 这个就是障碍 你的智慧不开的地方 这样子一个 一共啊 有十个 第一个是性兼几 第二个 由无名隐蔽之所障碍 无名啊 你自己啊 你自己啊 所知有限 所知有限 大家自己啊 检讨一下 假如你发生的事情啊 就开始生气了 那就要有人啊 去跟你仔细的 详细说明以后啊 那你才会啊 释怀 假如啊 你常有这种现象啊 就是无名隐蔽之所障碍 为什么老是要人家来疏导 自己为什么不会疏导 对不对 你常常人家疏导 原来是这样 那我不知道 哦 那个怎么样 这个就无名啊 就是无名啊 所以要破五名 有几个很简单的方法 坚持 对道场的原念 善知识的原念 法门的原念 你放心 其他的状况啊 在这三个前提之下 它都会转化掉 你去注意看看 你在家里持家也是一样 你对家里要经常原念 我们可能有一些误会 可能做错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应该都可以超越 因为你以家为重啊 假如你不是以家为重啊 那你又会以意见为重 那你天天都在那边吵 不是这个离家出走 就是那个离家出走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以家为重啊 因为你不是以家为重啊 所以现在跟各位讲 你在因地 三元念啊 我告诉你 你哪一生哪一世啊 因为这个三元念 所得的福报啊 不可限量 然后法生会命的成长啊 那更不可思议 所以无名要怎么破 从修学中来破啊 是最好的 最好的 可我们常常啊 发生那种现象 所以就 慧眼难开 忘破敷衣 世民残腐障碍 第三个 烦恼迷闷 贪嗔邪贱 烦恼迷闷 贪嗔邪贱 贪嗔邪贱就贪嗔吃啊 你在烦什么 你迷什么 内心里头 欲足些什么 就是啊 贪嗔邪贱 处处记着 不能信证 若于此坎 身着是王 就是 是王的意思啊 那就是啊 大脑的思维模式 你用那种僵化的 单行道的推理 一直往前去推 那你当然啊 就身着是王 被卡住了 被卡住了 世间有一句话 讲得非常好 人生在世啊 难免有挫折 有障碍 转不过的时候呢 他就讲了一句话 山不转 路转 路不转 人转 人不转 团团转 所以你就一直在那边团团转 什么团团转 就你的心团团转嘛 你的心在团团转啊 一个会修行的人 会在世间 此事能够自在无碍的人 他的心很好 他的心很好 很好转 什么境界啊 他都自己转啊 因为他是啊 全方位的思考 生命中的思考 我们发生困难的人 都是大脑的思考 你就单一思考 就这样 就这样 你一直就这样 你就出事了 因为世事本无常嘛 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嘛 那你用你的思考方式 那当然十常八九啊 不如意啊 那就是啊 残辅障碍啊 有没有 这些障碍啊 你必须一个一个 通通把它除掉 你的根本质啊 就展开了 所以拥有根本质的 没有这些烦恼 你放心 绝对没有这些烦恼 第四个 贪爱五欲 死水长流 从五欲中 七情五欲啊 你自己去转 不是说 不行有七情五欲啊 是你要会用啊 你不要被这个五欲水啊 七情五欲水 把你载着走啊 那就能载周 能复周啊 当你顺境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好 当遇到逆境 你就完了 就完了 现在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扩张迷心 垢重 残伏 无敏 瓢末 无有些奇 你谁的七情五欲去啊 就发生这种情况 发生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也是 一种烦恼 所以我们 在做训练的时候 你自己要懂得 我们要自我如何的训练 第五 各位想想看 我们讲一个比较坦白的话 每次常坐坐下来 叫你无念 对不对 你就会发现 那根本就不可能的事 那不做则已 一坐下来 那一切妄念 通通通跑出来 有没有 这个妄念就告诉我们了 不是你乘坐的时候 他才跑出来 本来你在日常生活中 一天二十四小时 他就一个接一个 排队排在那里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不知道而已 那你要怎么样子 去制止他 那你就要修行啊 只是他常常出现 你自己不知道 所以他叫做 为谋死劫啊 相续无休啊 死劫的意思就 过了那个部分 叫死劫啊 那接着就再来了 所以叫相续无休啊 邪见所重 圣年妖伤 你在这里啊 执着重的话 就发生这种状况 那这里面啊 那理论的部分啊 我们不详细跟各位讲 以后有机会啊 再谈这个部分 第六 愤恨密淹之所熏悲 于心眼中 悲所依障 世民残扶障碍 这个第五讲的是 跟第四一样 都属于贪的部分 这个地方啊 是讲称心 人一称起来的 生气的时候 大概你什么都没看到了 大概什么都没看到 所以你会发现 世间人 这个相骂 不让口 在骂人的时候 什么什么难听的话 通通骂出来 有没有 打架不让手 一打起来 尽其所能 一定要把对方摧毁 这个就是称心的作用 称心的作用 第七 贪欲致火 横锁骚然 虎狼之心 四项差错 名为身心残扶 无名障碍 这个都是贪嗔痴在起作用的 这个是贪 饮恶魔酒 焖醉 盖心 吃过失毒药 祸乱狂走 这个是愚痴 贪嗔痴的作用 第九 五盖脑害 常被遮碍 负症 自心 难可解脱 名为残扶 不得开悟 这个也是愚痴 贪心 称心 愚痴心 你看看 实则苦海大河 六道四身 轮回五去 无能间断 千贪在心 长寿激井 出生入死 堕于地狱 无有崛起 世民残扶 不得解脱 这十个 好 那要怎么解脱 知道了 把这些残扶丢掉 把根本字拿起来 那叫做了生死 出三戒 简单吗 对不对 你要怎么出三戒 开车去 搭飞机去 不然你怎么出三戒 把这些给除掉 把这些 残扶 各位你自己 我们修行人 这是一个下手术 看看清楚 自己有几条 这些 神神所所 把你残扶住的 有没有 好多同学 说出家了 快点出家 哎呦 似乎你都不知道 我还有一个 什么弄好 就出家 那个什么弄好 那个就是那一条 绑着你啊 对不对 那你还说没有啦 没有我其他都很好 当然其他都很好 那一条 你要把它弄好 你整个人生要安全调整 你不要以为只有那一条 那一条下来啊 可能二十年你弄不完 你知道吗 你要怎么放下 我们不是叫你说 不负责任的丢掉 不是 但是你生命中 要真的去把它处理好 没有处理好 你真的很难 这辈子 下辈子 生生世世啊 它会从影的部分 再浮现出来 所以残扶在我们 身心的这些锁链 你要把它给剪断 那你才有可能出三界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 根本自显发出来 在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后德志 就文殊斯利菩萨的后德志 你要怎么样的显现出来呢 那要从文殊斯利菩萨的愿上面来看 愿 我们跟各位讲 阿罗汉是不受苦的逼迫 知道吗 我们也常跟各位讲 天上人间七次来往的人 很多 各位知道吗 在我们在座各位当中就有了 天上人间来来往往 到了第七世 到人间 他就正阿罗汉 只是在这当中 我们所遇到的不是第七次 是第二次到第六次之间的 那很多 我们看到第七次的就是 六祖慧能 就是广青老和尚 有没有 广老啊 有没有成就啊 谁叫他 他也不是智啊 对不对 但是他这一生来就第七生来的 他来了他就成就了 他那个姻缘会促使他到那里 那么这当中啊 天上人间来来往往第二次 第一次到第六次之间啊 这一生修行到出果位 然后升天啊 出果位的人一定升天啊 你放心啊 所以我们常跟各位讲 你要调整到正确的原点 生命中的正确的原点 那你放心 下辈子一定升天 你不要被那净土中害了 说一定要去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就到天上了 他名称讲的不一样啊 其实他的内容讲的就是这个样子 到天上 再听 听文正法 见佛文法 修行 然后再到人间 到人间的时候啊 有没有苦呢 有 有没有挫折呢 有 有没有失败呢 有 但是呢 他不受这些苦的逼迫 你去注意看看 这个人是不是天上人间来来往往的修行人 你看他受不受苦的逼迫就知道了 他要是啊 苦的逼迫很重的话 那就说凡夫 得失心很重的话 是凡夫 假如他不受这个逼迫 那就不是啦 他就是修行人 我常跟各位讲 我有个朋友 现在来讲应该八十几了 他从啊 五十岁的时候 我认识他 我们现在认识已经三十几年了 他这个人啊 日本人叫做技术之鬼啊 从我认识他 到现在啊 最近几年 我们搬家 他大概找不到 就我所知三十几年来 他投资最少三四十种 三四十种那么多 没有一样成功的 他不投资则宇啊 一投资就失败 最初几次啊 他会邀我 后来干脆不邀我了 不过他每次跟我讲 我都给他一些 鼓励鼓励的生活费 所以他每次要创业 就来跟我报告 那我在想说 你什么时候会再来 他听不懂啊 他说啊 我回来就再来啦 每次回来又投资新事业去啦 他也没有一个旧事业 我说你这样不苦嘛 你都不知道 人生就是要这样一直做 他不受苦的逼迫 这个都是修行人啊 都是修行人啊 失败了 失败了 失败就丢掉 再来 我问他说 那你不会留念 以前的投资那些 他说不要紧啊 丢掉就好了 再来 从头再来 我说你一辈子 都一直从头再来 他不受苦的逼迫 这个都是修行人 虽然在世间 他一再的失败 那他一讲啊 我说你又被骗了 哎呀 不要管他了 世间都是坏人 我们要做就对了 你看 他也不抱怨人家 被人家欺骗 他六七十岁了 还有人要跟他结婚 我说你都完蛋了 还有什么好结婚的 他说要结婚 要结就结嘛 我说不要结婚啦 你结婚有问题啊 他说哎呀不要紧啦 帮帮忙嘛 结婚还有帮人家忙的 我说他为什么要跟你结婚 他就想当台湾人的太太嘛 我说哦那我知道了 你知道吗 因为跟他结婚以后 从大陆就可以到台湾来了 那些大陆的女孩子 就喜欢到台湾来 就找不到管道来啊 结婚以后啊 这台湾的媳妇嘛 他就可以过来了 是这样子而已啊 我说那你这样也好结婚啊 哎呀帮人家嘛 你看嘛 我说情志单位 把你抓去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他不会啊 这么老了 他抓我去干什么 这就是不受苦的逼迫 现在每次见到他 我都把他骂一顿 他还是足足啊 你在骂他 他就一直坐在那里 骂完了 他还是讲他的理想 有一次我跟他讲说 那你不要这样子啊 你既然要做 要牺牲就好好牺牲 我告诉你 两件事给你做 我说你去大陆 把大运河疏通 把大运河里面的泥沙拿出来 来盖一条高速公路 那这样南北 有水路高速公路 有陆路高速公路 哎呀好意见啊 他又去了 他说这个做完了 我说把黄河疏通 黄河里面的泥沙拿出来 在北岸跟南岸 坐高速 铁路跟高速公路 那黄河也输均了 那个路上交通也改善了 你看南北东西 你都得大利益 去到现在还没回来 大概成功了 他一直的坐 他不受逼迫 这就对了 这就是天上人间来往 来来往往的人 这些人通常啊 他视线的都是失败相 你放心都是失败相 因为失败才有苦的逼迫啊 但是他不受这个逼迫 他就是要修正阿罗汉的部分 那假如啊 是菩萨的话呢 他在这个性德的基础上 这个性德就得根本智啊 在这个根本上啊 他在显现他的性德 根本智啊 从这样修的 那后的智呢 从他的性德发展上面来看 他会一再啊 为了他的理想去前进 坚定不移 他只有一个 而那一个一直要去坐 失败了趴起来还是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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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菩萨 就是菩萨 他尽管失败 他再来还是菩萨 他第一个不受苦的逼迫 第二个呢 他一再的在发扬他的性德 知道吗 那这个性德啊 会很清楚 你看得了一三修女啊 就是这种状况 就是这种状况 所以他有很多啊 很特殊的部分 我们看得到他生命的芬芳 他会从性德上去表现 他怎么饶益众生的那个部分 会从那个地方去表现啊 他的智慧怎么展开 这个就是啊 性德的显现 所以性德的显现呢 通常从发愿中来看 也就是从发愿中来看 他怎么样利益众生 那你看看 从忏悔中来看呢 通常都是消除我们的业障 从发愿中来看呢 都是啊 伸展我们生命的那种能量 跟性德 你可以慢慢的从这边看 我们古代用的 只是忏悔跟发愿 为什么这两个法门 在大圣的修法中那么重要 就是文殊实力的 般若智慧 包括根本制跟后德制 那假如我们用现代的话来带进去啊 当作润滑系 你会发现了更清楚 更好处理 知道吗 所以啊 我们不要一直执着在啊 古人的语言文字怎么讲 古人语言文字怎么讲 你要真的很贴切的去体会到 那你就必须啊 要用现代的语言去衔接 你才能真正感受到 真正的感受到 而事实上在我们生活中 这些人士啊 相当的多 相当的多 那我告诉各位 我们要从同修当中来历念跟学习啊 你就从这里看 你要自己去珍惜 那一个福分 那个缘 有人真的不受苦的逼迫 有没有 你有没有找到在你生活周遭 那个人啊 你要珍惜着 好好扶持他 将来他正阿罗汉 你有份 你要说 他那傻瓜 他老吕劝不听 不要理他 我告诉你 他正阿罗汉 你又没有跟上了 你知道吗 有人这样子 坚持他的理想 在利益众生 不是 执着自己赚钱的部分 利益众生 他那么坚持 你要扶持他 这个将来啊 在十方佛国度啊 成为诸佛的 这个上手菩萨的时候啊 至少你这个跟班的 可以跟上去 因为你扶持他的法嘛 而且你会发现 因为我看清楚 才扶持他 有没有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你看清楚 我扶持他 福慧双修 知道吗 福慧双修啊 你不是一种 灵敏心 同情心啊 哎呀 不要紧啊 一个月给他两千块啦 这个叫做 嘟嘟好 嘟嘟好啊 因为他跟你 是邻居啊 是同修啦 或者是亲戚啦 这样子的因缘啊 你在扶持他的 那这个是只有福报 因为你没有看清楚 那个状况 我们看清楚的 那个状况是智慧啊 你看清楚他的性德 扶持他 智慧在这里 福德在这里 因为你扶持他 有没有 你看清楚 他一阵的失败 然后你又一再地扶持他 是因为他不受苦的逼迫 这是个修行人 你就这样支持他 你看福慧两足啊 福慧两足是这样来的 你没有看清楚啊 就一头栽进去啊 当后面有人在跟你分发 离间的时候 那你又开始抽腿了 有没有 所以你没有智慧啊 没有智慧 所以我们为什么 一再跟各位坚持这个部分 原念道场 原念法门 原念善知识 关键就在这里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注意看看 我们这些同行善知识 他有没有这种情况 值得我们来拥护的 你不要老是跟人家 我就是师父讲的这种状况 我们去跟别人这样 你来拥护他 就对了 就对了 这个是修行的一个要领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